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晚上好 疫情方面当然还在肆虐 我们马来西亚昨天增加了33,209个人确诊 昨天又死了78个人 然后全球方面今天确诊是166万 6,966个人 全球今天又死了8,197个人 好 接下来跟大家潜聊一家种植公司 那么种植板块当然最近已经飙高了一轮上来 是蛮夸张的这一波 原因当然是CPO 由衷的价钱最近也是涨到蛮高的 那么这家公司是大安 Holdings Breadhart 它的Code是大安 昨天大肆回调 所以它还跌了一个2.4% 所以在5块2毛半 看回20年3月 看回20年3月熊市 那时候它的股价只有1.68.6分 所以换句话说这短短2年的时间 它从1.68.6分飙到昨天5块2毛半 也是有一个211%的回酬 OK超过两倍 这种回酬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7年 把它竟然短短2年的时间做到了非常不错 它的市值Market Cap 23亿 然后PE个位数 OK PE7.43 ROE 19.52 Dividend Yield也是高达5.71% Profit Margin 16.6% Net Cash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4.5亿 Earning Yield 20.6% 最新业绩2月28号出炉 可以看到它已经连续4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进步当中的 然后对比去年 当然今年的Revenue收入也是走高 然后更重要是它YOY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它去年这个季度亏钱 把这个季度它赚了9602万 OK 赚了接近1亿这个季度 那么好大安它本身的业务 当然该说了它有种植油棕 然后也是有砍发这个木材 也是有恢复森林 就是森林被砍之后它们重新去种新的树 也是有做property development 产业发展 OK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业务 我们来看2月份最新的业绩 就是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所以这个季度其实它的成绩是above expectation 超出大家的预期 因为这个季度 YOY它的Revenue收入增加了88% 去年只有3.6亿 来到今年飙到6.1亿 那么当然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去年LAT税后亏损亏了2118万 来到今年它的PAT税后利润 它是赚了一个9602万 赚了一个接近1亿的profit 那么为什么今年表现这么不错 刚才说的就是因为CPO 有种的价钱最近是飙高 去年它一吨是3,110块 来到今年这个季度 一吨是5,004块 其乐非常多 然后今年它的FFB Production 它的产量也是有增加 YOY增加了19% 所以这个季度它的产量是20.3万吨 也是有增加 然后它平均出口 那个木材的价钱也提升了13% 特别是那个Plywood 价钱竟然提升了40% 所以这个季度 Profit Margin就走高了 这些原因就造成为什么它这个季度 表现那么的不错的 那么至于QOQ 当然QOQ来讲按季的比较 它的Revenue收入也是进步了26% 在第三季度收入是4.9亿 来到这个第四季度 它的收入6.11亿 也是有增加的QOQ 那至于全年来讲 就是Financial有21年 它的核心净利润是Triple Up 就是去年的三倍 今年它是赚了一个2.8亿 今年一整年核心利润赚了一个2.8亿 是去年的三倍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个原因是因为 今年它的砍发木材的部门 那个生意终于来了一个turn around 终于开始赚钱了 所以今年这个木材的部门 它的PBT税前利润是一个1000万 终于赚钱了 然后今年当然 从它的associate就是联银公司 它有一家联银公司 它的股份是30.4% 那么这家联银公司 今年的这个profit 是double up 是去年的双倍 今年这一家联银公司 贡献了1900万的profit进来 那么更重要当然是今年CPO 油中的价钱 周高 对比去年 今年油中的价钱是起了63% OK 今年平均是4,324块每吨 当然它的 你可以想象它的种植的部门 那个profit是增加非常非常多 对比去年 所以展望未来 当然管理层现在是很乐观 因为大家 包括分析师都觉得 目前CPO高的这种局面 至少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没有这样快 价钱会抛低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又俄罗斯、乌克兰打战 全球供应链混乱 logistic的问题 container不够等等 这些问题困扰了全球的经济 这些问题的复苏 管理层今年financial year22年 他们target就是FFB production 今年产量会提升12.5% 他们target今年能够生产76.5万吨 这是他们的目标 然后木材的生产方面 砍发 他们预计今年会增加75% 来到43.2万CUM OK 因为他们打算今年 那个harvesting的机器 这些砍发的机器 它不会增加多10台新的 那么你增加砍发的机器的话 当然你的木材的生产 理论上它的production rate 就会走高了 这也是他们今年的目标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由衷最近高的价位 就让这些种子股 当然飙高了一轮上来了 OK 大安当然这两年来 它有超过两倍的回酬 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好的前景 我也觉得多少 price in 在那边了 OK 当然它一些数目 现在来看是不错咯 PE个位数7.43 ROE 19.52% Dividend Yield 5.71% 高过你放FD Net Margin 16.6% Net Cash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4.5亿 Earning Yield 20.6% 然后已经连续四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进步当中 So 来临业绩展望是5月份了 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 因为有种的价钱 现在那么的高 然后 木材的价钱 我觉得现在也是 应该是蛮不错的 OK 应该也是有期着上 那么来临5月份的业绩 我预期 YOY 它的收入 跟profit 搞不好 会进一步的提升上来 因为他们预期可能今年的FFB Production 产量也是会提升上来 OK 刚才说了 它的木材的产量 也会提升 随着他们购买新的收割的机器 当然 聊那么一些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的那四个字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好 我本身 当然 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叫做James Stock Pick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一个选股 那截至昨天 相当多选股回潮还是不错的 像Chin Hin 说在2.64 之前我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57分 也派了股息 4.5分 这两年来也是有603%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12年 但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说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著名的投资大师 当中最出名的大师巴菲特 他们那么多年非常成功运用这个投资的方法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挂派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 所以要强调的绝对不是短期投资的一个做法 会设计至少by at all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当然如果经济复苏 疫情比较受控 如果这些公司未来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当然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也是蛮高的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et我 我的email跟whatset号码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PM我 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 要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那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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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